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中村的话 次月一早 小四向高一学生 宣布了期末升级考试的通知 从今天开始 纪总帅决定 让你们摆脱没必要的筛选 只有认真实践课程中教授的方法 就可以通过考试 不服从纪总帅政策的人 会有怎样的后果 通过这场考试 大家就明白了 大家明白了 纪总帅就是在向他们这些反叛者 宣判死刑 惠子下的当地给妈妈写起了道歉信 傍晚 李那者的创真 说出了自己的困扰 以前作为神知识的拥有者 李那每天都要面对无数的菜肴 过着对味道感到绝昂的日子 直到有一天 他有幸尝到了创真父亲 成一郎大安的料理 一股暖流的心底不断扩散开来 这与他之前尝试过的所有料理都不一样 他第一次吃得那么开心 大约半年后 父亲中村的教育便开始了 李那觉得 父亲给他灌输的理念 他能够理解 事实确实充满了无可救药的劣质料理 渐渐的 他变得不明白料理 对于他来说是什么 到底该相信哪一边 说完李那准备离开 创真却叫着他 邀请他再尝试性评价的料理 小飞找不到李那 快要急疯了 惠子指着管子说 李那应该在创真房间 创真说 自己在老家跟老爸学了不少料理 也许性评味道能让李那回想起什么 这次他打算做天赋罗盖饭 大家听到创真一阵会笑 莫非他准备挑战什么猎奇料理 大家担心 神之蛇那种纤细的味觉 若吃了不入地的料理 会不会闹出人命 惠子却相信 创真是想上李那传达什么财毒料理 不会有事 此刻创真与像思学长挑战那天一样 明明是像无法出击的高强发起挑战 却露出一副非常开心的样子 而李那小时候也有着那种表情 创真激动的说 今天我终于可以反击了 我要让你轻薄的说出美味两个字 很快 性贫流鸡蛋天腐罗盖饭 便端上了桌 李那好奇的加开鸡蛋 发现蛋白稍微凝固 蛋黄却是非常完美的半熟 粘稠的恰到好处 这是如何办的呢 创真打开了冰箱 真香就是 把冰冻的生鸡蛋包壳 裹上面衣炸至金黄 热乎乎的浇上酱汁 鸡蛋天腐罗配上炸紫苏叶 再淋射酱汁 梁子说 他看着创真买的是超便宜的促销鸡蛋 小飞一听抓了狂 李那从小是吃着被严选的高级食材长大的 若吃了用便宜或做出的料理 不像什么异样 但现在去阻止 显然也来不及 只得仔细听着屋内的动静 李那尝了一口 半天才到 其实我早知道你准备的鸡蛋 只是一般家庭中端出的水准 和高级美食相差甚远 但味道为何能如此纤细浓厚 鸡蛋通过冷冻 蛋白质会凝固变成胶状 使口感变得糯糯软软 奶油般细腻 蛋黄的味道和浓厚感也会上升一个台阶 所以冷冻鸡蛋就是这个盖饭买味的关键 上面淋的混合甜辣汁也是特制的 以鲜鱼高汤为基础 加上酱油和味脸调制出的浓厚酱汁 若使用味道太过厚重的高级鸡蛋 盖饭整体的味道就会太过浓厚 所以冷冻鸡蛋的口感和味道 还有特制酱汁的浓厚感 显然让这两种味道都脱颖而出 普通的鸡蛋才是最好的选择 李那不明白 创真为什么会想出这种东西 因为通常人都会努力拼搏 得到携手优质的鸡蛋 因为我觉得 只知道一个正确答案的人 是无法触及到更顶尖的东西的 他的话让李那想起 程一郎曾说过 尝试新料理时 总是抱着堵一堵的心态 要是中天早就被决定好了 就一点都不好玩了 想到这儿 李那开心的一口气 将盖饭全部吃光了 原来他一直想做的 就是那样的料理 现在他可以回答附近 厨师和料理一定都向我的自由 创真得意的眯起眼睛问道 这道菜是不是很好吃 不略李那却茂然起身 命令创真马上执行他的话 明天早上七点 让吉仙流全部一年集生 在门口集合 对了 帮我告诉惠子 他写给老家的信 现在可以扔了 第二天一到 大家如约的门口集合 李那穿好校服 手拿阔音器喊道 我在这里也待了一段时间 也不止一次吃过你们的料理 味道偶尔奇特 偶尔杂乱无章 但无论何时 你们端生的料理都是自由的 你们若真心想留在远远 我会堵上神之蛇 全力帮助你们 只要一致尖尖的人 才有资格和我一起挑战考试 大伙在李那的鼓舞侠 都知昂扬 决心要一起升入高二 创真觉得李那这样很好 就该直接了当说自己的想法 李那就说 自己只想报答大家的恩情 因为是大家让他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中村亲自被追随中书的学生授课 告诉他们 只要按照自己传说的方法 便可以轻松进队考试 同时还可欣赏到违抗中书的蠢才们掉队样子 小飞告诉吉星聊的伙伴 按照惯例 每年的升学考试都会在北海道举行 前美通过一个课题 就会换一个地方 从南端开始 一步步向北标移动 在各个地点通过不同的试炼 前某些节点会分出不同的路线 最终考试的终点是漂浮在北端的里岛 今年仍然是以北海道的食材为主题 但情况与往年大有不同 因为一切由中书控制 所以你们必须做好准备 不知何时 李奈一身教师打扮 出现在了大家面前 没有大家做好现场 灵活应变的准备 李奈决定进行 为其一周的北海道专题讲座 说完他挥起教编 开始了有毛有缘的授课 光是土豆 北海道就多达50种 李奈要求大家全部记住 并且说 会把北海道特有的蔬菜 海鲜 牛肉和野味的知识 也传授给大家 肉妹与阿弟兄弟 来吉星聊做客 也被他拉来听客 创真之一 这些对学员 给他们布写的线角 是否真的有用 李奈坚定的说 只要布置了课题 就必定有办法解除答案 就像你以前做的一样 我们要打开一条新路 大家从早学得完 创真劝李奈 别太拼命早点休息 李奈却说 这种程度他完全没问题 并鼓励创真 也一定要通过考试 创真受宠若惊 想当初李奈可是 一心想在他排挤出学院 现在的我 绝不能眼睁睁看着 吉星聊的人离开学院 我们要一起升入高二 一周后 大家一起来到了北海道 一座船大巴广播 便开始播报 不及格的同学 将乘坐右边的大巴 直接回机场 强制潜回东京 立即退学 听得大家解备发凉 不多时 大家到达了第一口场 才知道学院早已提前 给学生五人一组 分好了小组 创真 惠子 幽姬和爱丽丝 阿亮五人被分在一组 这时女考官走进教室 宣布考试题目为鲑鱼 学上们很开心 因为纪总帅 已教授过他们鲑鱼料理的做法 考官说 只要完全按照 纪总帅教授的方法去做 便可以通过考试 创真等人不明白 为什么题目要想鲑鱼 鲑鱼的舌量是秋天 现在这个季节 不仅补活量减少 鱼肉质量也会下降 但惠子发现 学院运来的鲑鱼 都是特别好的商品 分给他们的 却是产卵后 口感品质最低级的鲑鱼 邀机想找考官问问 考官却故意不理睬他 其他教师的情况也是如此 终书故意给反叛主 不公平的待遇 考官也遇到 若对食材不满 现在去找别的鲑鱼也可以 只要能在日落前 完成料理就行 说白了 你们现在的食材 及格是绝对不可能的 传播片刻 创真想到 李娜在学习会上提到的 某种食材 但他觉得时间有点紧 爱丽丝与阿亮去让他放心 而后小组的五人 便跑出了教室 考官不以为意 因为他知道 这周围的商品鲑鱼 也全部被中书拿下 离日落还有30分钟 创真一行人抱着保温箱回来了 看到箱子里的鲑鱼 考官惊呆了 因为这是一条超高级的布石鲑 所谓布石鲑 是在春季到夏季期间捕获的 极度稀少的鲑鱼 味道极其鲜美 考官不见 为何夏天漏上的鲑鱼 现在还能保持新鲜 盐水冷冻法 是用零度以下 也不会冻结的浓盐水 在极短时间内 让石材温度静静到零度以下 所以不会破坏石材的细胞膜 品质完全不会下降 而且多亏附近 有用盐水冷冻法的公司 且有不舍归的库存 考官不甘心 就算你们找到石材 在规定时间内 拿不出料理也是白搭 但他再次失算 鱼类专家阿良说 鱼在半解冻的状态 更容易处理 而且创真还是出了名的快手 鱼五人齐心合力 不大功夫 移到不识归幽恩寿 就完成了 考官尝了一口 瞬间被不识归高品质的 上等油脂俘获了 舌头上如麻痹般的冲击感 也在暖暖附置在肉身上的 酱汁润滑 到处散发着幼子的清削 不得不宣布他们考试合国 与此同时 其他教师的反叛者们 也都靠自己的力量搞到实材 通过了考试 第二场考试 学院安排学生 在豪华卧铺列出 月影蛇进行 小飞通知大家 睡觉之前 要进行北海道角度补习 为对抗中书 做好万全的准备 傍晚阿勇 梁子 惠子和创真 先后来到李奈的房间献殷勤 李奈不明白 为什么大家都跑来找自己 创真道 因为大家都想在学习会的事 向你表示感谢 说话间 列车穿过了杂树丛 李奈喝着惠子送来的玄米茶 看到了车厢外绝美的星空 李奈猛然发觉 创真的脸也不再令他讨厌了 高一年纪生 好不容易到了旅游圣地 札幌 却直接被带进了深深 男考官告诉大家 第二次考试为个人站 考试题目为面料理 只由在三小时内 做出一份人的赞叹的面料理 即可通过考试 校方只给大家提供最低限度的实态 不够的部分需要学生自己筹措 而后他把学生分为四组 被教导的学生 依次进入四个会场开始烹饪 李奈率先被叫去了A组 之后其他学生也陆续被调走 最后只剩下了创真等反叛分子 考官一阵音效后 将他们几人也分派到了四个会场 创真 惠子和阿蒂 被分到蒂会长 进去时才发现 食材也全被其他学生抢光 这次考试的题目是面料理 最关键的面条却一份都不剩 而且能拿来做面条的小麦粉和米粉 也所剩无几 面对创建的质疑 考官坚持的说 不够的实态 需要你们自己去抽作 这才是本次考试的考点 这招虽然下作 但创真等人觉得 张晃弱大一座城市 想找到面食监工厂 或弄到面粉应该并不难 但当他们穿好歪套 准备出发时 却发现暴雪风山 根本无法出行 打电话就出租 司机也根本来不了 考官幸灾乐祸的看着 闸谎山区遭遇罕奸暴雪的新闻 坐等宣判反叛者的死刑 却突然接到了电话 考官赶到地会上 发现创真三人 正在热火朝天的烹饪 他们在暴雪天界如何搞出的食材 考官看他一脸错愕 创真唏嘘的说 这点小伎俩对我们没用 我们可是接受过 比较严酷一百倍的训练 您就瞧好吧 考官觉得 他们则是在虚张声势 这种情况下 能做出面条根本不可能 他刚要回去休息 电话又来了 ABC会场也是如此 反叛者们居然一个接一个 把面条完成了 见考官不解 创真给他提了醒 北海道聚瞻的家庭料理 一周前 李奈在北海道讲座中特意讲过 以多选而被大家熟知的聚之安庭 是土豆的第一大产地 其中有种叫南爵域的土豆 成分中95%都是土豆淀粉 创真等人正是要用南爵域来做豪雪乌冬 首先将南爵域蒸熟包平 碾成土豆泥 然后加水 银还有小麦粉揉成面团 由于小麦粉过手 他们就用撒在桌面上的防粘淀粉替代 做出富含淀粉的软糯面团 考官不惜地说 那又能怎样 若打算在面上放点葱就揉拆 那也太天真了 创真导人并不踩到 他们早已把里内的教导积在了心里 很快一碗北海道拓出豪雪乌冬面就制作完成了 在创真的催促下 考官挑起面条放入口中 而后问道 这汤子的细腻感和适当的粘度是怎么回事 里面加了土豆泥 所以汤头有非常好的粘性 因为土豆泥压的不是很细腻 还混入小块土豆 所以更能突出口感 考官又加起配菜玉饼 耐脸软糯蓬松 表面香脆 和鲜美浓稚的汤头焦性忽用 与爽滑的乌冬形成对比 无论提升的满毒感 阿蒂抢过话头 这碗豪雪乌冬 将南爵玉淀粉的口感和买味都浓缩到了一起 说着他与惠泽也端上了他们的土豆面 考官被彻底征服了 与此同时 其他反叛者们也顺利过关 考官起得牙根发痒 若不是里内大人慈悲 你们这些大鱼们早被淘汰了 没这回事 里内反驳道 我所教的不过是土豆的特性 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想法 听好了 他们是不会败在你手下的 一时间考官被里内可怕的领袖气场所震说 颓然怪地缴歇投降 傍晚反叛者们在列车出发前欣赏杂谎的街景 由于时间尚早 大家决定分开行动 阿蒂和创真两人最先离开 两者与小飞去了车站前的干货店 里内等人则结伴在车站附近溜达 里内说自己也来过杂谎很多次 但像这样悠闲的欣赏酒做还是头一次 作为神之蛇的拥有者 每次离开福地都是为了工作 根本无心欣赏酒做 光是为了完成替其家继承者的义务 就也拼尽了权力 肉妹感同身世的说 我也一直被家族束缚着 我知道你感受到的压力一定比我还要大 而你却无论何时都举止里然 实在令我佩服 说完肉妹便脸红的跑开了 惠子很开心 里内能与肉妹和好 里内惭愧地说 我们并没有吵架 只是我三方面舍弃了在十几中输出的肉妹 而她却还那样待我 说话间 创征与阿弟突然出现 也有两人一起去附近餐馆吃饭 看着伙伴们成就的笑脸 里内骤然发现 札幌竟是如此美丽 用餐后 他们来到出身后车 却不见其他人 这时小飞打了电话 说他们的列车 已在三十分钟前就开走了 那么里内当然踏上的列车是 一月后间龙胆学长出文出现 手册上写过线路会分开 想和伙伴们见面 估计要等到最终考试场了 第三场考试 包括你们在那的全部反叛者 都会与时节正面对决 次日里内打电话确认 得知反叛者们 被分掉了四条不同的路线 创征问龙胆 自己的对手是谁 龙胆将手折向了 新加入时节的一身 索缘不就一惊 龙胆告诉他们 一身也成为了远远时节第九席 许久未见 创征有很多话想问一二身 但最想问的 还是西戒炎的情况 被摧毁了 创征大吃一惊 西戒炎不是对你很重要吗 一二身不达 反而嘲笑创征保护诉说 反抗计政权是在浪费时间 并说在这段时间 自己也触碰到顶点 继续进发之前 必须要将创征彻击砍 创征没有退缩 和你进行复仇战正合我意 那么题目和规则是什么 而且也需要裁判 话音未落 唐导银便走了出来 对决铁末是熊肉 热切事在三天后 主食材熊肉会帮你们准备好 其他食材请各自单独采购 创征一惑 唐导银是否也加入了中枢 唐导银说 自己还是忠立的立场 并让创征做好准备 因为这场对决 会是场艰辛的战斗 这时创征第一次烹饪熊肉 幽姬曾说 与鹿和野猪相比 熊肉的腥味相当重 所以创征打算 先简单加盐煎一下 了解熊肉本来的风味 创征将熊肉放入口中 只觉熊肉饱含甘甜 和浓厚的油脂 咀嚼后 一果冲鼻而出的野性腥味 喷涌而出 他决定多点点去新的香辛料试试 而香辛料是一二三专属的领域 与一二三对战 偏偏还遇到了对方的专长 远哥哥都替他头疼 为除掉反叛主 季总帅不惜购入最新款电子消觉系统 并从全国召集了一批 分子美学家的权威 却被一二三拒绝了 因为要做的熊肉料理 一二三早已了然于心 创征利用手边现有香辛料 试试了几次 仍然不能完全去心 这时九五代的手下 急拓着香辛料走了进来 他希望创征能和一二三进行实体 打败一二三成为实体一员 然后再与他进行实体 使他重回实体行列 眼下创征无心顾及实体 耽误之际 还是先用九五代的香辛料再说 创征使用味增做的熊肉火锅 香味被完全去除了 可比赛神一身 肯定会端出只有他才能做出的熊肉料理 然后创征不能拿出属于自己的熊肉料理 绝对无法取胜 创征感慨 又是没有这股独特的腥味就简单了 这样想着 他突然想起了独眼卖的暗黑料理 的确有很多食材的美味都源于臭味 其实说臭味不是敌人 而是美味源头中一个重要因素 之所以他无法活用熊肉的腥臭 皆因对熊肉一无所知 想到这儿 创征决定去山里 熊生活的地方看看 九五当即集合手下 随创征一同上了山 猎人带着他们追踪熊的行径 却被狡猾的熊察觉 故意留下和受到方向相反的脚印 猎人体验让他们稍微休息一下 就此下山 因为这种情况想追踪也不可能 创征向九五打听 一二三是如何变成时节的 之前进行了一场填补时节控制的对决 拒绝过来的都是纪总帅提拔的忠实的料理人 但他们都提不过三年寄生 最后一二三出马 拔得头筹 九五提醒创征 一二三与秋季选拔蛇也大不一样 他能活用嗅觉的天赋 如今也更加精力千锤百炼 可以轻易将熊肉特有的腥味 变成极品香味 这时创征没站稳 一屁股坐进了雪堆 抬起头 他若有所思望向了头顶的大树 回头住处 创征刚准备试作 九五就送来了干燥后的树果五味子 创征将五味子加勿熊肉 制成了熊肉汉堡肉 让九五这手下品尝 五味子的五种味道和风味 微妙的包裹住了熊的野性腥味 一下子让其转为具有魄力的美味 创征说 这多亏熟悉药山的小飞 几天前为大家泡了五味子茶 就得创征认为腥味已解决 愁足满之准备打败叶身时 九五的手下匆忙跑了进来 此刻叶尔山正在试作熊肉料理 强烈的香辛料味和酸甜味 以及冲破鼻尖的清凉感 复杂的缠绕在一起 有人闻出这是卡针调料 但经过叶尔山处理 已变成了另一种东西 突然叶尔山抓住创征的手问道 你尝试了五味子吧 你比我的料理更加活用了熊肉的味道吗 只靠林震摩天的知识和点子 是没法赢过我的 你已经输过我两次 这次会比之前输得更加惨烈 她的话彻底点了创真心中的怒火 面对叶尔山的挑衅 创真回应道 为几近时间 你不惜介入反感的中枢 但你似乎并不开心 我的中枢并不是为了追求开心 而是为了西剑 这场胜负对我来说 只是个中继点 她的话让创真陷入了深思 创真的欲车看到唐导音 向其打听西剑言 因为她始终不相信 叶尔山会嗆一向中枢屈服 她果然没有猜错 叶尔山最初并没打算屈服 起初西剑言与企业谈合作 打算凭借自身的力量 让研究所兼容下去 纪总帅却从中作告 逼迫企业停止向西剑言继续资助 进而要求叶尔山加欧中枢 解散西剑言 见叶尔山不堪 纪总帅便已毁掉 西剑的研究成果性要挟 叶尔山不想眼睁睁看着 西剑多年的研究成果复之中流 不得已参加混战 成为了十节第九席 听到这创真匆忙跑出浴池 找到了叶尔山 我听说了你的事 可这是我的复仇战 不要因为料理以外的事情分心 我绝不会输给你这种男人 叶尔山被激怒 方舍一定要击败创真 第三次考试前 创真与阿丽丝通了电话 听说叶尔山加欧中枢后 阿丽丝气到让创真好好修理叶山 于此同时 各个会成的反叛者们 也在等待考试 虽然他们干劲十足 但毕竟对手是十节 想赢谈何容易 此次单人创真与叶尔山的评审 是两个小女生 希腊与贝塔 两人因为大脑生理学知识 和味觉天赋出众 被爱丽丝的妈妈挖到了远越 第三位评审 是爱丽丝的老爸宗大人 他是老婆控家女儿控 一上来就拿出老婆和女儿的照片 看了又看 一劫劣势 劣劣的熊肉就是不一般 不管放弃还是切割手法 皆堪称完美 一声令下 叶尔山与创真的对决正式开始 叶尔山最先拿起一块里脊肉 切成大块 涂上大蒜 生姜 杨松打碎的泥 将鸡蛋淀粉混合成面糊 莫非是要做炸熊肉 认识熊的美味浓缩包裹的面衣 绝对是到直冲脑门的最高级美味 可相对的 若厨箱有一点失误 熊肉的杂味就会全部锁在面衣之中 叶尔山如此选择 看来是根本没想过防御 打算要超近距离攻击冲真 应该非常自信 再看创真 仿佛也准备用油炸 他认为即使背上风肉杂味的风险 也必须要活用熊肉所有的风味 若不这样根本没有胜算 看这假设 双方都选择放弃防御 决定用近身战激烈护殴 创真将礼器 五花 大腿等各部分熊肉 肥瘦搭配 搅成肉糜 加入五味子 洋葱和盐调味 然后倒入一勺熊肉煮的汤汁 创真竟然在本来腥味就很甜的野生熊肉中 又加上熊肉的精华 众人心头一惊 感觉两人的比赛 犹如帮奸神连的走钢索之战 野生拿出自制的卡针调料 撒在熊肉上 而后调解酱汁 西兰和贝塔 嗅出了真一二叔特有的气味 只有我猜错 香气的核心是香辛料肚松子 一二生说道 我用熊肉高汤做基地 加入小麦粉 牛奶来增加粘稠度 再用香辛料增加香气 这样出彩的肉汁酱就做好了 西兰与贝塔 迫不及待香尝了一口肉酱汁 杜松子妈妈的刺激感 逐渐扩散着全身 两人仿佛瞬间 沦为了供人玩耍的宠物 此时创生的酱汁也完成了 开始下锅炸肉饼 盲着炸得恰到好处的肉饼 西兰与贝塔又开始蠢蠢欲动 但又害怕肉饼里会腥臭无比 纠结间 宗大将也拿起了肉饼 看他一口咬下去 两人也不再纠结 拿起了肉饼 一口咬下去 两人不约而同仰天大叫 太好吃了 浓郁香腻的肉汁在口中扩散 侧着胃来 五味则所蕴含的五种风味 将熊肉的气盘均衡地转化为鲜美 宗大人问创生 是否大胆使用了 靠近熊果不畏的肉 因为若是靠近骨头 腥臭味就越是强烈 尽说创生把熊身上气盘最浓烈的肉 夹到肉饼中 任准极限 轻松越过了 会让一般人停滞不前的那条分水流 那直面危险的主师觉悟 正无法抑制的爆发奔流着 不禁令宗大人抱了衣 而此时 叶尔山也完成了他的料理 掀开盖道 树召刺眼的强光邦射而出 在混战中获胜的叶尔山 向纪总帅讨要西剑炎 不留对方却变本加厉 要求他将创生击败 西剑劝叶尔山脱离中枢 叶尔山却不肯 为了保护西剑炎 他什么都可以牺牲 叶尔山掀开盖道 三盘金餐材的炸熊肉 赫然出现在众人面前 那闪亮着妖精的面衣光泽和松脆感 让创生不由佩服起叶尔山的手艺 吃到口中更是妙不可言 西拉与贝塔强忍地分析道 只称鼻青的腊味 是黑胡椒的胡椒碱和红辣椒粉加热后 产生的胡椒芹的香气集合 而消除熊肉的野兽 腥臭的是百里香 没说完便迫不及待吃了起来 宗大人觉得叶尔山超越了创生的料理 难道这场比赛就这样结束 创生要退学了吗 面对众人的疑问 宗大人说道 不 刚才我们紧紧对炸物进行了判定 还没对焦上酱汁后的菜品进行审查 说吧 三位评审首先占取了叶尔山的酱汁 宗大人再次报了意 杜松则和卡珍香料 辛辣和甜味 将熊肉活用的黄金笔构成了完美的平衡 叶尔山认为若没有超嗅觉 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他 接着评审又试出了创真的酱汁 酱汁明明很粘稠 却又顺滑的延展开来 熊肉干净的风味 好像变得更加强烈 直接穿透了身心 不知怎的 希腊与贝塔也突然抱了意 这就抱身传授 当尝到直得场意 并充满心灵光明的料理时 趁他替切之血中的精神力 会转变为波动 将抱身传授给提切家以外的人 酱汁的秘密 是蜂蜜和意大利香醋吧 没错 而且蜂蜜也要好好的进化焦糖化 将蜂蜜充分加热 使其焦糖化 再用意大利香醋稀释 加入翻炒过的大蒜洋葱的碎末 和五味子继续熬制 最后加入熊肉沟汤 用盐调味 唐导演感叹到 用蜂蜜来凸显熊肉的味道 再用意大利香醋和焦糖化 进行减法和强调 叶尔山不由一惊 这不是自己在秋季选拔赛上 用作的方法吗 若只论炸物 叶尔山展现了压倒性的技术 但论酱汁的完成度 创真要更上一筹 那么最终到底谁胜谁败 还需要评审将炸物饼和酱汁 放在一起综合考量 很快 希腊与贝塔 分别将选票投赶了创真 叶尔山 形成了平局 东大安的一票 将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票 两边的味道基本平分秋色 如果说还有什么要素 能决定胜负 我想就是灌注在盘子中的执念 宗大安常珠 创真所用的蜂蜜 并非普通蜂蜜 他用了带有清水的甘甜 和微苦的后提的黄柏蜂蜂蜜 若使用普通蜂蜜 同样能升华熊鹅的味道 但将蜂蜜与炸物饼的 强烈味道重叠时 被使味道变得过于腻味 熊柏蜂蜜 富含微微苦味和色味 与熊鹅的味道相性非常好 放针选择黄柏蜂蜜 并非巧合 他拜托九五的手下 在允许的时间内 尽可能搜寻一切 可用作配合的物品 然后在厨房疯狂尝试 将所有组合全部尝试了一遍 最终找到了蜂蜜这个选项 而到达黄柏蜂蜜 又花了不少时间 宗大人感慨这一盘料理 让他看到了一个料理人的面貌 看到了创真对味道 永无止渐的探求与执念 一二三愣住了 因为前总帅左眼门 说过同样的话 但他不相信创建的料理 完成度可以超越自己 明明他在这道菜中 高度了完美的平衡 在连那道菜 是为了谁而做 都不清智的情况下吗 面对唐导人的质疑 一二三正住了 一二三 你真的能发自内心的断言 这道菜是你怀着热情 不断摸索后的成果吗 我看是缺失了 渴望让人称赞的这种精神吧 一二三不服 那创真的热情 又是从哪来的 创真吼道 我做这道菜 全都是为了让你收出好吃 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所以我无法忍受 你不正适和我的对决 说完 创真将一块 刚出锅的熊肉饼 递给一二三 一二三咬了一口 瞬间感受到创真 清楚在这道菜中 反复探索的热情 与一味消磨自我的 他完全不一样 这时西剑莽然出现 给了一二三一记耳光 原来是唐导人 将西剑请到了这里 西剑告诉一二三 现在他也不再需要研究场所了 别挽回器材和预算 他更想看到一二三 可以由衷享受自己的料理 和年纪相符的朋友们 一起钻研料理 创真诚恳的说 虽然我不知道中枢要干什么 但我还想和你一起研究料理 我不允许你放弃自己的料理 他的话让一二三 莫然觉醒 原来和大家在一起研究料理 真的很愉快 东大人宣布 票数二者一 创真获胜 比赛结束后 创真邀请西剑和一二三 一起搬去吉星辽居住 一二三有终的说 谢谢你 光是你的心意 就让我获得救赎了 话音未落 李奈气喘吁吁跑了进来 焦急询问创真比赛结果 得知创真获胜 李奈很开心 却故作轻色的说 赢了也是应该的 这时季总说的助手来到房间 通知一二三办理退学 同时告知他们 除了阿弟 其他反叛者 均也战败 并会被退学 听说伙伴们相继被退学 李奈焦急的找到惠子与阿弟 询问比赛结果 虽说龙胆学姐是中书的人 但他并没有为难惠子与阿弟 顺利让他们通过了考核 阿弟读着弟弟及伙伴们被退学 气得一拳打在桌上 创真却显得平静的多 他觉得大家是因料理对决而输掉的 且对方并没有使用卑鄙手段 同时他想到一件事 现实际除了易儿深和李奈 实际还有八人 而他们仨加上李奈是四人 如果能用时解夺回时解过半数的席位 便可将一切退分 包括伙伴们的退学决定 伙伴们被这个想法惊呆了 创真书文直接找到龙胆 像学姐可以让出他的席位 龙胆听后直接一口咖啡喷溅出来 并劝李奈也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李奈觉得创真的想法确实不在现实 他想找父亲谈谈 请他取消大家的退学决定 他叫出正要上飞机的父亲 刚要开口 父亲就让他远离反叛者 同时责怪龙胆 故意在口水中放水 李奈放下自尊 忍住泪水恳请父亲对反叛者们网开一面 父亲却不予理睬 创真扶住李奈 随即喊道 中村学长 如果这么想逼我们退学 直接任我们的军队和你那边的军队来一场 赌上十节席位的全面对决怎么样 中村就嘲笑创真愚蠢 没有筹码还要跟自己谈交易 这是成一郎突然出现在创真身边 一同前来到还有前总帅左门 成一郎觉得儿子的方案可行 建议中村来场团队对团队的连队实际 建中村不敢 他继续说道 如果我们输了 我教你的军队如何 道时我将抛弃自身的思想与信念 成为你所期望的美食走狗 同时关闭我的信瓶小管 中村听后 当时来了兴致 当界接受了体验 中村走后 成一郎带着大家登上列出 唐导阴不好意思说 今天上其实是我利用了大家 因为我知道只要成一郎出面 中村一定会答应对决 大家根本不介意 反而感谢他促成了这场连队实际 看得创真等人勇往直前的模样 唐导阴和成一郎感到非常欣慰 普通的团队赛是从两阵营中选出任意两人 进行一对一的对决 获胜者继续进行对决 最后留下的团队便是最终的胜者 连队实际却不大一样 即团队合作会左右胜负 连队实际中需要队员一边靠自己的料理与敌人碰撞 一边根据需要帮助队友的料理 从而提高团队整体的完成度 即使说就算仅靠自己的力量无法斩设的对手 若与同伴齐心协力 打倒实际的可能性就不会是零 李奈一直闷闷不落 他很想拯救大家 但这就意味着要有父亲率领的实际进行正面对决 只是想想就让他颤抖不已 半年前 程一郎突然回国 因为他听说中村开始频繁建立亚洲方样的关系 担心中村会对远远人质 那时短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酸女李奈 他担心中村会再次将李奈掌控的手掌心 程一郎告诉他 能真正拯救李奈的 只要与李奈同年级的伙伴们 这时大家招呼李奈一起参加战前特训 短门主动担当了主持人 将惠子阿帝与唐导盐组成唐导队 唐导盐任队长 将创真李奈和程一郎组成裁部队 程一郎任队长 比赛题目为法国代表性料理 帕蒙帝爷烤土豆泥 时间50分钟 这是一道肉酱加上芝士和土豆泥层层堆叠 再用烤箱烤制的料理 转门要求烹饪中所有人不许出声 不出声要如何配合 惠子慌了 但他很快发现 只要将料理的工序 在脑海中轻视的过一遍 然后逆算 仔细观察主持人的行动 就像他辅助创真 预想着下一步然后行动一样 再看程一郎父子 这俩人竟然相互挑剔起对方的工序来 直到短门说 要盼二人输 两人才消停下来 远哥我觉得不怪创真抗议 因为程一郎根本不像 唐导盐那样用王道的顺序 从最废工序的肉馅开始制作 而是从其他工序着手 这是李奈注意到 唐导盐对操作台山的鲁乐 凤柏鱼还有盘子 这道菜通常都是用居菜碗来装的 难道唐导盐正在做的是 原创帕蒙地耶土豆泥 两位队长其实都是在考验他们 现任时机组织 几天后将卷行连队实际 不解没有意义 反而觉得这是将反叛者们 一网打电的好机会 此时阿弟突然拿起白骨头酒醋 橄榄油和搅拌机 李奈明白了 唐导盐要做的是由凤柏鱼和罗勒为主的 罗勒体育镜 而阿弟不仅正确解读了队长的意图 还寄行制作了意大利炒蔬菜 让味道更进一步 嘴门忍不住感叹阿弟重整了 多了一份以往所没有的浓厚执念 阿弟回头看向创帧 用眼神催促他也尽快行动起来 创帧激动的系好了毛巾 现在李奈宇创帧要做的是了解成员狼的意图 再想办法回应他 汉蒙地耶烤土豆泥的基础构造大致分三点 将肉糜充分炒到变速制成厚实的肉酱 制作绵密土豆泥还有芝士 然后将这三方面叠加烤制 而成一郎居然在烤可丽饼 他道解在想神马 这人创真突然有了行动 准备了土豆和芝士 还有小白鱼干 所有人都蒙了 李奈却渐渐明白了 成一郎父子正在将生活的主张和想法互相碰撞 做出一普通辅助协助无法完成的料理 这才是成一郎给他们的试探 想到这儿 李奈开始要煎起牛排 这也是他的第一次尊严 比赛时间到 左门将双方拿出各自的料理 众人质疑台部队的料理 是否真的是帕蒙地耶烤土豆泥 可丽饼 小鱼干 再加上牛排的组合 实在无法想象会是什么味道 左门破裂将这次评判的权利 交给了创真四人 互相品尝对方的料理 唐岛云内的土豆泥细腻极了 宛若一块绵密遮及的棉花糖 土豆泥和肉酱走着的美妙层蝶 让人感觉分量十足 绿色镜子的点缀 更是锦商添花 阿迪切开柴部队的可丽饼 骰子大小的肉块 让人忍不住想去品尝 双方的菜品 都让对手感到无法抗拒 最后他们纷纷把货胜方 折向了对手 理奈评价唐岛队的料理 肉酱为整体的味道奠定了根基 阿迪的义式炒蔬菜 使饺子味道更加深厚 并且义式炒蔬菜 同时也能用来做法式褐色酱汁 惠子的点子非常出彩 用罗勒体育酱做点缀 让风味更加丰富和立体 同时带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 就像在听高级爵士乐队的演奏会一样 你们大胆打破了菜式的三段构造 创真用芝士 土豆 白鱼干做出了香脆的土豆煎饼 酱鸡和土豆泥一起包裹进可丽饼 带来了原版不存在的软糯香脆 和鱼杯的美味 李乃居然想到煎烤牛肋排 再用波耳朵红酒炖煮 使口感又上升了一个高度 就像艺术家们在宣扬鸽子主角的前卫美术 听着他们头头是头的点评 短门欣慰的笑了 称赞孙女儿李乃做的很好 告诉他成一郎父子 平时就是用这样相互碰触的方式 来提升自己的 李乃感叹自己做不来那种撒娇般的事情 短门却说 撒娇没有什么不好 毕竟是父子 有时也要学会任性才行 次而一等 大家来到约定地点 与中村带着的十节碰面 中村在李文岛南端设置了一个会场 作为连队十节的舞台 以便让参加升级考试 不顿本身的学生 以及其他来宾观战 双方再次确认 连队十节胜利地方 可获得全部十节的席位 同时中村提出不限制人数对战 因为当年成一郎就创下过一对五十的记录 而如他掏出第三次考试中 落败学生的学生证 接着十节们也掏出了他们的学生证 塞进了十节第四席宝头的布偶小熊 正是向反叛者发起了挑战 中村李佐当然地认为 李奈都为十节之一 连队十节人站在中书这边 与反叛分子交战 他直直盯着李奈 等待李奈会像童节一样屈服于他 李奈却鼓起勇气对着说 既然如此 我把第十节的位置还给您 若不这样 我就没法断言 自己身心都是他们的同伴 好吧 但如果你们输了 你一生都要为中书卖命 并且听从我的吩咐 不得再次违抗 李奈同意了 中村带两十节离开后 李奈慷慨激昂的说 只要赢得林队十节 击垮先任十节 我就能登上十节第一席的网座 你们就是本女王的忠心侍从 惠子阿蒂一脸崇拜的望着他 只有创真不开心 因为他一直认为登顶的人该是自己 但最终还是妥协了 他把自己阿蒂与惠子学生证一起交给李奈 你是我们的核心 我们的命就托付给你了 李奈信心十足的接受了这一重任 创真对老八一对五十的连队十节充满了疑问 很好奇 父亲到底是什么样的厨师 惠子很担心李奈 李奈却因平生第一次对父亲说出任性的话 甜甜的睡着了 阿蒂不明白 中村为何如此执着于成一郎 让唐岛言讲讲他们那个世代发生的故事 在唐岛言那个世代 成一郎是绝对的主角 唐岛言以成一郎实际的战绩是一百二十一战 二十胜一百 然而实际的席位不仅缺决于实际的结果 学业上的成绩对远越的贡献也会成为参考基准 虽然成一郎料理的首艺首屈一指 但他经常翘课 成为实际后也不管工作 还有各种标新立异的行为 所以在结疆升入高二时 唐岛言以成一郎分别成为了实际第六席和第七席 而中村就是成一郎的小迷弟之一 虽然成一郎前进的道路是风雨呼吸的荒野 他却无所畏惧继续前进着 所探索的地方便形成了道路 当时唐岛言和中村经常与他一起切磋厨艺 感觉每天都是充满无声快乐的一天 但不知活时 他们与成一郎的世界却静静岔开了道路 每当成一郎创造出一道新奇料理 就会被人期待下一道 倍感压力他渐渐开始啄迷烈提料理 即便如此 他在比赛和射击上仍然略战旅胜 所向披靡 因此远越将来年美世界首屈一指的 补路竞赛的名额直接内定给了他 只要取得优胜 他便能获得享誉世界的名声和光明的未来 对此有人不服 故意找成 要求成一郎来一场赌上参赛资格的实际 成一郎不仅欣然接受 还让所有不服他的人 一起放马过来进行连队实际 他只需一人应战 不需要其他人帮忙 就这样成一郎一连多场实际 直到将所有挑战者打得落花流水 狼狈不堪 那个最先挑起实际的人直接求饶 称不想进行实际了 成一郎却不同意 最终以一人应战五十人完事的成绩 赢得了连队实际 从那时期 成一郎又多了一个称呼 修罗 只有汤岛云与成一郎一起胜入了高三 汤岛云任实际第一席 成一郎任第二席 第三席是中村 第四席是李子 第五席西建 吉星流也彻底迎来了黄金时代 在此期间 成一郎依旧不断参加校围竞赛 且屡屡获胜 唐岛云却越来越担心 因为自从成一郎在连队实际中独占五十人后 学校里也没人敢挑战他了 于是他开始疯狂跑去参加校外比赛 就像是在发泄一样 可越是这样 世人就越是对他期待更多 终于在补入参赛当天 成一郎却失踪了 唐岛云知道 不管成一郎怎么往上爬 都会有人期待他更上一层楼 五心立屑般的努力和疲惫 将成一郎彻底压垮了 唐岛云在月天之间找到了成一郎 那是他俩秋季选拔决赛对决的地方 那时的成一郎是那么开心 可如今却连呼吸都感到困难 每天都在想着 又向下个目标冲刺 直到迷失了自我 唐岛云心疼的大哭起来 足怪自己独自留成一郎在路上闯荡 这时短门出现了 告诉他们 具体才能终有一天换学自己为敌 他建议成一郎暂时离开日本 离开料理 成一郎听从的建议 带着开朗的笑容 消失在了伙伴们的视线之中 听完成一郎的故事 阿蒂还是不明白 没有成一郎受挫 会让中村如此在意 一心想要对过去复仇 唐岛云觉得 也许因为当时中村 比成一郎更需要帮助 成一郎问儿子 是否觉得他是个没用的老爸 毕竟自己从料理中逃走了 创真笑着说 至少现在的老爸在做着料理 听吧 成一郎再次提出 与创真进行料理对决 尽管创真也输给他490字 但依然能够开心应战 无论何时都能直面自己的弱点 这才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待机的强大 与此同时 中村注视着他与成一郎 唐岛云三的合照 下定决心要拯救料理界 拯救远越 升级考试失败后 多亏阿里斯使出全部撒娇手段 才使同他一样败败的同伴 成功赖到了北海道 之后他们得知 李奈等人要挑战连队实际 便乘坐大巴与月影号列车并行 继续北上 抵达了李文岛 连队实际的特设会场中 不仅有通过最终考试的学生们 讲师还有料理界的权威们 但他们都站在中枢一边 静静等待着反叛者的失败 主持人小丽 用集结缠闷的声音 欢迎中枢的选手及技总帅登场 之前创真通过视频电话告诉大家 他想在特训的同时 尽可能再召集一些同伴 正确凑够和敌人相同的人数 创真果然做到了 他又找到了伊瑟学长 美作 久我 女目的 比赛将以八对八的同样式进行对决 经双方协商 决定先进行三场对决 幽机看见伊瑟 一下便扑得的怀里 哭出他们败败的惨痛遭遇 两者担心伊瑟 会因连队舍解失败也被退学 伊瑟却说 这不能成为他不出战的理由 他又为了可爱的后辈们出征 漫一输了 大家还可以一起开农场 肉妹刚好问惠子 是如何把第三席女目导拉过来的 可恶的主持人就将他们关进了铁笼 此时参加第一阵的厨师名单已经出炉 先进十节响子对原三席女目导 先进第八席白肩队伊瑟 第六席娘娘队创真 伙伴们很担心创真 因为这个娘娘比伊瑟学长的席位还有高 擅长所有日式料理 老家是神田荞麦屋 将江湖荞麦流派传承至今 并不断发展的超一流店铺 宁宁非常自信 杨燕不管创真抽到什么题目 她都会将创真彻底击败 但创真有点太背了 偏偏抽到了宁宁最擅长的荞麦面 所有人都吓蒙了 幽金与梁子 更是摆出一副生亡可怜的神情 伊瑟抽到的题目是曼玉 女目导的题目不行 主持人宣布 比赛实现为两小时 三组同时展开比赛 说文厨师们去前往食品保管库挑选食材 宁宁这边已开始制作荞麦面了 首先是和面 在过身后的荞麦粉中加入水 用手搅拌 让水与面粉相互融合 比起厨师 说宁宁是僵然似乎刚为贴切 只见她用手指 让荞麦粉慢慢成长 使荞麦粉的美力都充分和水分结合 那力道根本不像用吸入的手臂完成的 力道的秘密就在她的下半身 她将双脚踩进的力量 通过腰和双腿全部传递给了面团 动作娴熟流畅 仿佛乔麦面制作的教科书 切面三日 擀面三月 揉面三年 光看宁宁公子的样子就能知道 她到底在乔麦上积来了多少年月 创真却决定 做二八乔麦面的素食炒面 伙伴们经得目瞪口呆 虽然一直有人认为 乔麦粉越多就越好吃 但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当然乔麦粉的比例越接近十成 当前就越浓厚 但因缺少年后继 会是不喜欢吃乔麦粉的人觉得口感甘酥 因为创真没有随便选做十成乔麦面 这点值得表扬 你好像都是通过瞬间突发奇想 和歪门斜刀的主意而取胜的 做乔麦面可行不通 不断累的时间与历史 才能让乔麦真正的美味闪耀出来 谢谢学姐的提醒 但我只想以自己的方式 做出属于自己的风格和乔麦面 几天天 成一郎曾告诫创真 实际全是在自身里面钻研制极致的人 如果只凭现场的灵机应变 恐怕无法取胜 但他说 创真也有一个不输于那些人的优势 那就是在小餐馆出生 所以创真决定 做符合自己风格的乔麦面 那种不管什么顾客光临 都能高兴的吃着 被万人喜爱的美味 看到创真用手摇牙面积 台系的嘲笑与仿色之声不绝于耳 伙伴们却坚信 创真只是在静静等待胜利的时机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 手打乔麦面比较好 但不是因为手工制作才好吃 而是因为出色的手工制作才好吃 比起只有加水和面积的工学是手工制作 擀面和切面过程 用机器这种插件的手工制作 还不如用机器来制作 宁宁暗自赞同里内的说法 但他相信单论面条的质量 自己绝对优于创真 伊瑟来到创真面前 效忠满面的为他鼓劲 对手白金却被激怒了 让伊瑟正视与自己的对决 伊瑟却一时忘了他的名字 白金怒吼道 伊瑟我要通过这场比赛 把我的名字好好刻在你的心里 说完白金开始捡起了鳗鱼 白金家代代都负责掌管 意大利领事馆的厨房 在日本和意大利非常有名 阿迪与阿勇告诉他家 在欧洲 鳗鱼料理也是主流 阿亮在秋季选拔赛端出来的 法师炖鰻鱼社其中的一种 特别在南意大利 圣诞节有吃鰻鱼的习俗 所以白金应对鰻鱼料理 有着相当的自信 在鰻鱼厨师界也有一句谚语 串牵三年 刨七八年 火烤一生 阿亮不知道伊瑟究竟有没有这儿的技术 伊瑟看到油炖的鰻鱼 首先想到的 却是开个鰻鱼养殖场 天哪 这可是实体 幽济节的都要越狱了 对面的白金比他更急 我一直梦想着 能在中苏和你并肩活跃 你却不遵从纪总帅 你是大笨蛋 名门的耻辱 见伊瑟依旧笑眯眯 白金气疯了 伊瑟 你难道就没有羞耻心吗 不仅从第七席被拉下来 还继续待在杰星聊这个 聚集了低级人士的地方 听到这儿 伊瑟的表情瞬间变了 突然一刀 将真本事的鰻鱼剖开 这时创真明白了 那次他与伊瑟的对决 伊瑟真的连一半实力都没拿出来 伊瑟不怨不火的说 白金 你说我什么都无所谓 没想到还会诋毁我素食的同伴 我决定了 我就用全力击溃你 受到挑衅 被侮辱同伴的伊瑟 露出恐怖的表情 用刀刷的一环 用肉眼难以补救的速度 剖出了鰻鱼内藏 在场所有人都看傻了 伊瑟是从鱼腹开始下手的 由于鰻鱼没有肋骨 要从柔软腹部用刀 准确切入相当有难度 比起开辈 开辅需要的刀工要更加精纯 开辅的关系地区很普遍 而伊瑟家是带在京都经营割烹店的家族 东济之国西伊瑟 这两个家族是和石家的两大名门 宁宁和伊瑟学长的缘分自然不简单 伊瑟家有个传统 继承人满四岁 就要背景离乡去修行 伊瑟来到与他同岁的宁宁家修行 原来二人是青梅竹马 宁宁却并不承认 称伊瑟只是继承在自己家而已 关系没那么亲密 他为何如此仇视伊瑟呢 是因为小爷喜欢光屁屁吗 舒华间三位评审也抵达了会场 这位奔着厚重WGO书籍的女人士 岳哥哥还是先解释一下WGO吧 对世界美食店每位程度进行评价 最高为三颗兄 每年结果以书籍发行 只有能获得一兄 厨师的地位就能得到极大提升 这WGO就是以米其林为原型创造的吧 记录他们评计的书被称作叫点 这次评委是WGO的三位执行官 女人用叫点查了一下创真家的信评小管 根本没入测 对创真好一顿挖骨 创真质疑了几句 反以来观众一片骂声 你这个大众餐馆 做B级美食的小子 是绝不会被WGO认可的 他是WGO一等执行官小恩 另一位是二等执行官查姆 及二等执行官瓦尔 三人向叫点启示 他们会进行绝对攻略的审查 姑且相信他们吧 创真继续磨他的面条 这时白天的料理也已经做完端了上来 小恩大胆 浓缩在一起的番茄清爽感 和鲜鱼的浓厚味道融合出了独一无二的方唇 这身鳗鱼的美味和深厚的油脂 与方唇番茄的共演 亦是炖鳗鱼 小恩尝了一块 鳗鱼的美味与油脂扑面而来 橄榄油和番茄的风味 将其完美衬托了出来 简直是完成度完美的炖鳗鱼 提升美味的另一个秘密 就在一起炖主的番茄里 白金用的是圣马扎诺番茄 这种番茄含水量较少 炖主不会产生大量水分 能做出味道浓厚的酱汁 圣马扎诺番茄 越出的醇厚味道与数种香料融合 凸显了蔓鱼的味道 将玉米粉组织周壮 制作成表面焦脆 内部粘稠的波伦塔也非常棒 多种食材互相衬托着彼此的美妙 简直就如伦舞曲 对身心进行了高级的洗练 简直太美味了 不愧是白金树立夫 是布鲁家明非常棒的衣品 白金为了追上一所 进行了刻苦修炼 而一所现在要拿着的菜品 用了好几样一折珍藏的材料 而这些材料其实是吉星其他伙伴 幽鸡 梁子 丸井等人 在宿舍里研制的试作品 一所将其偷出来 夹在了现代家的料理中 名为吉星辽风味三吃鳗鱼饭 这是先将切好的普生鳗鱼和米饭一起品尝 人肉和葱花海苔等拍菜一起品尝 最后加上汤汁像茶包饭一样品尝的料理 分不同阶段品尝不同味道 就是所谓的三吃 可这看起来就像芝士烩饭 白金不以为然 人为只是将后备的食材随便混在一起 味道不可能融合在一起 品尾们尝了一口 瞬间感觉到如同烤鸞般的美味 鲜烈浓郁的香气 探脱出了芝士的芳唇与浓厚 将两者融合在一起 幕后主角竟然是大蒜 后备们做的熏植蒜片 适用可以完美出现鱼类鲜味的核桃木熏植的 我碾锤蒜片加油其中 这个关西风捕上卖鱼没有蒸的过程 鱼汁的味道会非常浓厚 最重要的是大家的汗水融入了这道料理中 糊里的东西是鲜鱼干汤 事前处理好的鲜鱼干 加上蒜片 用橄榄油炒制 然后把梁子和丸角做的这个放进去 再加入煎鱼高汤而成 它能和幽肌肉魅足的这汁是温柔的融合 产生美妙的余韵 尝尝这道料理 如果觉得美味的话 就向极限的同学们道歉吧 某美食家曾评价一次的料理为 极具攻击性的糊食 白金尝后表情变了 食材丰富的口感全部融为一体 极度美味 这个香味太过锋利 搭配鲜鱼的深呼香气 再也合适不过了 白金在这道料理面前无法反抗 情不自然的道了歉 一组毫无玄念的取得了 第一轮第二组比赛的胜利 众人纷纷竖起大拇指 幽肌再次扑进了依色怀中 其他人原谅了他的小偷行为 晓恩尝了一口幽肌 也完整特制的瓶子里的东西 我想我理解你们在这上十几钟 想要保护的东西了 而白金也像扣药一样精神错乱了 依色太出色了 依色抉择了手剩 第一轮比赛还有两组 此时宁宁正像精密机器一样 切着桥梅面 切出来的宽度始终如一 创真也开始切面了 虽然用的是切面机 而宁宁又和依色杠上了 我的席位在你之上 是因为你没用出权力 原来小时候依色就展现出了 孤恩的天赋 无论什么都一学就会 甚至是不用学都会 这些可都是宁宁花好长时间才学会的 他又和依色在第二轮中一决胜负 不好意思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那之前 你会被一个叫信平创真的厨师打败 这时创真居然抬出了一口巨型铁锅 难道他真的要多速食炒面吗 宁宁看他目瞪口呆 因为创真好容易做好的二八面 上品口味会被铁锅毁了 决心将创真与依色一起粉碎 炒面不就是用大火炒出来的吗 山口县的名产瓦片耪麦是左锅后在下锅炒的 但那是用绿茶耪麦的独特耪麦粉做出来的 假设去一家江户耪麦老字号实习 像创真那样下锅炒耪麦的话 会被立刻赶出去 此时宁宁也煮好了耪麦面 然后是最后一步 炸石锦 笼子里的胳膊口水也躺了一地 说话间宁宁的太平已完成了 他的耪麦面 审用着无法用语言形的完美光作 即使锅里有九成耪麦面 配以炸樱花虾请您品尝 这乔麦面堪充性感 有了五脉女性柔软的肌肤一般 技之国同学 你从小就是个不同寻常的女孩呢 为习得名门之女必必的修养 你几乎把所有自由时间都用在学习上 你总是热衷于演技的事物 滋滋不惊的磨练技术 这样的你在家业乔麦面上 究竟借了的多么深厚的尊严 我非常了解 准备开始品尝了 鲸鱼勾的香气淡雅风油 品尾们入香随俗 一起吸着出声来品尝 乔麦的风味 由浅入身的绽放开来 味道细腻 面衣蓬肃 樱花虾爽脆 每只蝎的香味和口感都凸显了出来 咽嚼樱花虾的鱼味扔在口中营绕 可当平美想再来一口吃 竟发现乔麦面已经吃光了 三人又追加了一份 可缓过时来发现又没有了 看来樱花虾发挥了很大作用 宁宁选择的不是虾汁的强烈美味 而是樱花虾特的上到甜味 对的就是 让它和乔麦面的细腻风味解密融合 才会让人完全停不下来 还有一点的友善 宁宁用的是太白芝麻油 这种油有低温制成 没有芝麻特有的香气 却蕴含着上脏油精密的心味 用这种油短时间高温油炸 就能炸出不会影响乔麦面 和樱花虾口感的松脆面衣 一而山不禁感叹 又想实现这种平衡 对厨艺经济的厨师来说 也很难办到 这就是江户乔麦传统的力量 评委们又要了一碗 很快又没有了 这也将近乎于十二空穿越了 穿越时光的少女乱入 宁宁获得了压倒性的好评 这时创建的乔麦面也做好了 同胖们对她充满了期待 相信创建的实力 这个从外观上看 真的不太像乔麦面 评委们各自夹起一筷子 开始试吃 品尝过后 每人都一脸满足的仰起了头 乔麦面的香气和风味 全都好好存在着 铁锅收收炒菜的部分松脆可口 鸭肉清爽的油脂 为乔麦带来了醇厚的风味 乔麦面本身的味道 直接传达了出来 宁宁不敢相信 莫非是三分粉 一分粉是研磨乔麦米食 最先成粉的乳皮部分 可做出顺滑柔软 非常上品的乔麦面 二分粉是继续研磨 将乳皮旁边的乳牙也研磨成粉 能做出香气和口感坚决的乔麦面 将接近外壳的部分也研磨进去 就是三分粉 顺滑度会降低 风味却异常强烈 宁宁使用的是一分粉 顺滑无比很有嚼劲 创真硬的三分粉 虽柔软度不足 口感粗糙 乔麦本身的风味却非常浓厚 用铁锅炒也不会丢掉本身的味道 后宫卖打一起称赞创真能干 创真又拿了两碗调味香料 让平为品尝 也就是所谓的调料包 小时候创真就觉得杯面很厉害 怎样才能把素食炒面做得最美味 能好好保留味道的三分粉乔麦 再加上鸭肉 大葱等素材 把这些全酱名为铁锅的杯子中 命名为新平流焦炒乔麦面 加入深焦与生焦度的调料后 平尾们感觉就像回到了青年时代 简直就像是和同伴们一起走在夏日季节的夜晚 既美丽又稍有声感 三位平尾一致评出了圣者 久安让宁宁尝一下她自己的乔麦面 宁宁诧异的放入口中 味道不对 和一碗的乔麦面比起来 香味明显不足 宁宁又尝了创真的乔麦面 比她的面刚有味道 这是咋回事 是室温 乔麦面的香气来自于挥发性全 周围的温度降低 会导致这挥发性降低 挥发性会决定空气中有多少香气 这很重要 尤其是乔麦面这种风味最重要的料理 这个会场是最能让乔麦面凸显风味的地域 宁宁的乔麦面 在和平时不一样的环境中受到了影响 创真却故意用火加热 用油和焦酥部分的香气全变成料理的魅力 使乔麦的风味更加突出 创真一开始就预测到了这种情况 她在选择乔麦粉时 总感觉味道散发不出来 所以才用油来炒 但一分粉可能会受不了热量 因此才选择了香味强烈的三分粉 宁宁 你在主题食材选定为乔麦面时 有想过其他的选择吗 你没有 技术国流最强的乔麦面就是一分粉 你就是这么被教诲的 宁宁问创真 为何能做到那种程度 这场世界可是真刀真枪的对决 拿出平均的实力都会如履波冰 面对客人每天都是真刀真枪吧 能做的这点是当然的 没错 为了让客人吃的开心 创真每天都在临机应变 这是他长时间积累下来的 身为强者的原因 第一轮第三组胜者为创真 创真打败了第六席 与伙伴们一一击掌 包括惠子 久我 只有李奈红着脸 不好意思这么做 这样就两连胜了 第一轮还胜一战 若能再赢一场 踏去就拉开了 这是星际世界第五席祥子 毫无旋径的书给 原世界第三席女舞蹈 连过程都不改 这也太敷衍了吧 第一轮反叛连队全兽 比赛进了暂停休息时间 之后双方出师会在第二轮比赛中 以新的主题进行对决 休息室里大家都很开心 久我让李奈红着点什么夸夸创真 创真折眼点还算不错 李奈修纳的书道 却发现创真早已去洗手间了 创真在走廊遇到了 十节第一席思学长 创真心心满满的方出猴言 我觉得会做出超越 十节第一席的料理 我要登上顶峰 记得给远哥点赞三连 等待我更新第四季 三连有催更效果 大集 Waar 三连有催